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今天我為大家介紹一個新的濾杯 就是眼前這一個黑色的這一個 Pro-X的優服濾杯 那這個優服濾杯呢 是由台灣一家高科系公司轉投資的一個新的系列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整體的外觀設計上面呢 學長是非常的喜歡 尤其是剛拿到手的時候我就覺得 這個黑色的陶瓷覺得非常的有質感 然後呢 摸下去的時候會覺得 很像是蛋殼一樣 非常的細膩很光滑的一種風格 然後又是一個消光黑 所以在美感上面呢 學長是非常的喜歡 然後它又搭配了一個木紋的這個底座 然後這樣搭起來 會覺得說真的非常的點體 那我也覺得台灣的公司能夠設計出這樣的商品 真的是相當的厲害 然後配一個這個 他們也是他們家公司的一個下弧 也是弧度啊 或是造型上面都非常的好 那除了整體顏色的搭配我覺得非常喜歡之外 當然還有一些小細節我也覺得是很棒的 包括看這個燒製的工藝 這個Logo的部分 凸紋非常的清晰 質感真的蠻加分的 然後包括一些小CI 這邊有一個太空人在拿一個濾杯的樣子 那ProRes這家公司的商品幾乎都是用太空人當作一個小的圖案 一個圖形來做穿插的 像這個一個小太空人 然後呢 下弧上面有一個是一個吹玻璃的太空人 都非常的可愛 所以在細節方面呢 整個美感跟細節我都覺得相當的不錯 然後包括這個底座呢 也是有經過設計的 可以完全的服貼進去這個濾杯裡面 那你要攜帶的時候呢 就不用哩哩哩哩的 就可以把它放回去 那為什麼叫幽浮濾杯呢 這也是 一來是承接它 就是太空人的這個星際的一些概念 那二來是 它可以把它 顛倒過來放的時候呢 可以感覺起來 懸吊起來的時候有沒有覺得很像一個幽浮的感覺 然後這下面的底座 可以整個放上去 或是放在桌子上呢 就可以讓它來 來晾乾的部分 OK 好 那這個部分是關於它的外觀的部分 覺得 台灣公司設計出這樣的商品真的是相當的不錯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聊一下說 這個商品它在風味上面 那 這也是學長想跟大家分享的 然後這個濾杯其實最棒的地方在於是說 它的肋骨的設計呢 其實跟V60 就是大家最常用的V60 是同系統 概念上是比較接近的 那我可以看到肋骨的部分 每個肋骨基本上呢 燒製的都很清晰 然後呢 有12根長肋骨 跟12根短肋骨 那這12根長肋骨呢 其實跟V60的肋骨的長度跟深度呢 是比較接近的 如果你這樣摸的話呢 會覺得好像比V60的肋骨再深一點點 但整體流速呢 Pro S 略為慢一點點 大概慢10秒到15秒 然後呢 上面這個短的肋骨呢 其實呢 跟V60 是有一點點接近的 可以看到V60 它是長肋骨中間呢 會有一根短肋骨 那 在你比較高的水位的情況之下呢 你仍然可以擁有比較快的流速 所以 V60的流速是非常均勻的 那Pro S呢 其實概念上面呢 也是會比較接近的 在12根長肋骨中間的短肋骨呢 就可以增加 在你的水位比較高的時候呢 它的流速一樣是很順暢的 所以呢 整體來說呢 這個肋骨 我覺得 最棒的地方呢 就是 對於一般消費者來說 如果你已經習慣用V60 因為你習慣 用它 OK 用了10年 用了20年 你學過很多手法都是為V60設計的話呢 那Pro S優服這個濾杯呢 它最棒的地方就在於是說 你幾乎可以無痛的轉移你之前所學的手法 進到這個濾杯裡面 無痛升級的概念 因為肋骨的結構跟概念是比較接近的 但是呢 它的深度啊 或它的旋轉是不一樣的 所以也會有一點點風格上的差別 就是大概流速會慢10到15秒鐘 那我們都知道 當我流速稍微慢一點點的情況之下呢 我的甜質跟Body 就是口感的部分呢 就會比較顯著 那所以如果你V60 你沖習慣了 可能香氣或酸質比較強 今天如果用同樣的手法 直接套在優服濾杯上面的話呢 你會明顯感覺到好像甜質有略微提升 酸質有略微下降 這樣的感受度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鮮明的 最好的地方就在於是說 那我在挑選手法的時候 幾乎可以直接套V60的手法進來 就可以很方便了 譬如說我們常使用的推分法 門針 中心注水 或是單點注水 甚至於攪拌法 幾乎都可以直接套上來 都不會有太多障礙 就會跟我們現在當下一些 星芒啊 花瓣啊 甚至扣弄這些濾杯 他們都有一些他們獨特的 需要調整的手法 但是優服這個濾杯呢 幾乎是不用調整的 所以我覺得 在整體的使用上面 是相當方便的 如果是以我的角度來說 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想要做更多的香酸的話 我會選擇用白色的V60 如果想要做更多的甜Body的話呢 我就會選擇使用黑色的優服濾杯 其實在把臺上一黑一白 還是蠻不錯的 而且可以根據不同的風味來做小調整 真的是覺得還不錯 好 那介紹部分就說到這邊為止 接下來呢 學長會來為大家示範 用同樣的手法來衝優服跟V60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流出差的差異 然後最後呢 學長再來試喝一下 來比較一下囉 OK 那我們就開始充足了 好 我們首先先做悶針 一 二 三 繞兩圈 回中間 OK 大概在40C左右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Pro S 優服呢 跟V60呢 其實它們在整體的流速上面不會差很多 所以我們待會呢 我們會使用的是推粉法 然後是用比較小的小水推粉法 做多一點填質 然後最後呢 我們用繞圈圈的手法 因為繞圈圈的手法 一般來說是比較容易塞的 所以可以看看優服這個濾杯 會不會容易塞水 OK 好 那門針結束了 準備來 小水推粉 剛開始呢 我們先打中水倒 好 好 聽到水聲以後呢 小水往外繞圈 把粉呢 推到 肥筆上 可以看到齁 其實 在這個部分呢 就可以看出一點點 優服濾杯的流速略微 比V60慢一點點 但整體來說呢 也不會差到哪裡去啦 不會差非常的多 但就是這差一點點呢 就可以讓 風味呢 會往後面一點點移動 好 尤其在這一段 下水的速度會稍微慢一點點 好 那接下來我們分兩次 一次60cc 正中間給水 不要水也不要太大 然後呢 浮起來以後呢 往外繞圈 給到240 好 做一點浸泡 然後呢 最後一段呢 一樣是同樣的手法 60cc 好 給正中間 稍微繞一下 正中間先不要往外繞齁 小小範圍 然後再往外繞 那我的粉呢 徹底吃水 好 300cc收 然後呢 我們兩個呢 都是用 呃 黑鏡的 雙襯來測齁 所以我們大概都收到 245到250左右的 下壺的水 我們才算是流完 這樣子 兩個比較公平一點 然後可以看到大概是 2分18秒左右 然後優幅才全部流完 然後大概 B60呢大概是2分5秒左右 所以兩個前後大概差了10秒到15秒之間 好 那我們就準備來試喝 OK 那看完剛剛的示範以後呢 大家應該可以了解說 這兩個濾杯 那整體的流速啊 雖然有差異 但整個流暢度呢 其實是非常像的 那這也是B60它的一個特色 那Pro S優幅這個濾杯呢 其實在空氣的對流上面呢 其實做的也是相當優秀 所以你衝起來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不太會有卡水的問題 那就會蠻舒服的 那風味的部分呢 正常來說Pro S的流速 會再慢一點點 慢個10秒到15秒嘛 那我們剛剛看推粉法 其實我已經用小粉推粉 一樣會落在大概2分10秒 到2分20秒的中間 其實流速也還是算相當的快 但是呢整體風味上面 還是會可能甜度會再高一點點 OK 那我們現在來試喝 我們先來喝B60好不好 同一支豆子 同樣的研磨度 同樣的水溫 連手法呢我都給的差不多 B60一罐的 就香氣啊 酸質都非常的強 OK 那我們來喝這個優福濾杯 喝起來的甜度呢 就是更飽滿一點點 我們覺得非常的明顯啦 但是還不到說 它的流速還沒有慢到說 Body非常的顯 就是整體喝起來會覺得 欸 甜度高一點 但是它的該有的酸質呢 還是 基本上還是有的 但是B60稍微再酸一點點 那優福呢就再甜一點點 所以呢這兩個綠杯我覺得是 相當好的一個小調整 它也不是一個很 非常誇張的說 整個往Body那邊去位移 或是說它整個結構喝起來不一樣 不是 它不是這樣的一個比較 它是一個稍微往後推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平常喜歡用B60 那你想要換 用團長的手法不想有太多的學習障礙 想要直接換個濾杯來去做小調整就好的話 那優福濾杯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它這兩個呢其實任何人喝起來 還是會覺得在風味上面是會有差異的 但結構呢又不會差非常多 所以這一點呢也是蠻巧妙的 那在外觀上面呢其實優福呢真的是蠻美的 所以如果各位對於濾杯或是對風味覺得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來參考看看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尋常開箱就說到這邊位置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